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他比拜登要求的还要多了几百亿美元 所以这也是满 比以前也发生过 就是国会给批准的是比总统要求的还要多 那确实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就是说现在也确实是对美国来说 整个这个世界的安全局势是非常恶化 这个也是在最近我们看到过去应该一年多 就是一系列的国会议员在访问台湾 这是台湾外交扩展 民间外交一个积极的结果 让这些议员通过去访问台湾 知道台湾的重要性 知道中共的危害 然后这些议会 国会就通过了这些新的对台湾的军售 这个我觉得这个最大的意义 就在于等于是把台湾作为一个特定主要非北约盟国的资格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就是说台湾当然不是北约的盟国 不是美国的盟国 美国在亚太也没有一个亚洲北约 但是对台湾来说也作为一个军事盟国 美国是跟北约一样的地位 那这意味着那些军售 弹药 武器 在台湾储存弹药 这些都有同样的待遇 那这个就非常大的一个突破 跟北约盟国跟菲律宾 达到同样的在国防上的待遇 所以这可以优先的得到美国的一些军火和设备 所以这个对台湾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 并且肯定也会惹恼激怒总共 那刚才您说到这个无常 这个无常是不是指的是 这样的技术方面的无常 不光是技术 技术还主要是设备 也有设备 还有一个它卖的设备 还有一些比如说卖的导弹 比如说导弹 它还有包括或者大火炮 那还有一些相关的弹药 还要这些人员的培训 还有或者武器、飞机、潜艇、舰艇 它都涉及到后续的一些合同 就像我们一般人买汽车一样 买汽车的话呢 你可能还要继续买汽油 或者买保险 也要买这种service 维修服 更新零件 这些东西 所以它是 有一部分是无常的 但是呢 随后呢 跟我们交点钱 另外我看报导说呢 就是在刚刚结束不久的 印尼G20峰会上 就是美中关系好像有所缓解 就是有友善的这种 释放友善的信号 至少好像说是表面上有这个 关系趋缓 那您认为就是美中关系 真的缓解了吗 嗯 我不认为 就是说 你说的刚才就是 表面的释放友善的信号 也就是说明 它实际上 也就是一个表面的友善的信号 因为它至少 他至少就是说 习近平也好 拜登也好 他不可能就是说 当面撕破脸皮 在习近平呢 我们知道的 刚刚这个 经历了这个二十大 他现在权力 并不是非常稳固 我认为这个 其他派系的力量 或者是反对他的力量也非常多 也就是说 明年三月份 人大开始正式 就是说 转移这个政府权力之前呢 它还有很多不确定性 那对拜登来说 现在美国陷入这个 俄乌战争这面 就是这么多这些事情 和美国国内的这些事情 他现在也不希望 美国现在不希望 中共呢 在这个俄乌战争之际呢 在东亚呢 再发起对台湾的战争 他希望这个中共 不会现在开火 所以说两个人肯定是 都有这种希望 这关系改善 或者就是说 至少不那么恶化的程度 所以这个 但是呢 我想这个 这个紧张关系呢 也就是表面上去缓 因为实际上造成 中美关系紧张的内部的 内在的因素呢 并没有去缓解 比方美国 那个中国的一些 经济和贸易上的摩擦还在 对吧 美国对中共那个 技术上的限制 还在加强 还在加剧 美国对中共那个担心 担心中共给俄罗斯提供资源 这个担心也仍然在 比方中共对这些 亚太国家的这些威胁 也依然存在 所以实际上这个关系呢 我不认为会被再趋缓 实际上呢 在表面的和平之下呢 这关系实际上可能更紧张 更加对立了 嗯 那鲍老师呢 就是这个法案 会给中美关系 就是蒙上阴影 对 是的 我觉得会 可能还不止一个阴影了 我相信会引起中共 非常大的反弹 甚至我认为都会可能 就是说 导致中共 就是说 对台湾动物 我相信这个东共 应该有这个 可能有这种计划 呃 就是说 这个也是习近平自己的 他本身 他要做的一个 他想做到一个 就是说 呃 在毛泽东 登小平之后 可以让他可以扬名立万 为他做出一个不朽的攻击 这样的事情 就统一着我 是吧 并且在这个中国国内矛盾与严重激化的情况下 他也更可能 非常可能去打台湾 所以呢 这个法案呢 对台湾相当于台湾 我们刚才提到 获得了北约 类似北约盟国这种地位 而且美国呢 更容易呢 去那个获得 对美国先进的武器 比如台湾也变成美国一个叫区域应变的军库 就是可以在 美国可以在台湾储存一些很多弹药 武器和弹药 台湾也可以拥先获得美国的防卫物质 这个肯定会让中共非常的愤怒 恼火 我相信中共可能会有一些反应 可能会有更多的抗议 或者其他的方式来进行反抗 抗议 就是您刚说的 中共可能会反应激烈 那根据台湾的国防部发布的消息指 就是最近 中共的这个近40架的这个军机 在台海周边活动 而且大量的飞机还深入到那个台湾的东南空区 就是空域 就是 是不是中共的挑衅已经开始了呢 我认为是的 我认为是的 所以这个 实际上这个 几个月前吧 两三个月前 在台湾 因为杂志上就发表了一些文章 我认为中共可能会用那种裂狗战术 就是一种 并不是说直接抢贪东路 直接这个武创进攻方式 而是会用这种 比方骚扰演习 就是说和动用民用的船只 就是说这些方式来围攻或者是对台湾施加压力 让台湾内部生变 因为中共在台湾内部培植了很多这种亲共的力量 包括第五中队 还有从商人、商界、媒体、文化、学术所有领域 对中共的一些安藏的特务 中共可能会从外边给台湾施加压力 然后呢 希望台湾内部生变 包括这些外部 这些周围的飞机巡逻 或者军事演习都可能会有这个目的 所以我觉得台湾确实存在这个 被中共用不同的方式来 来群晰的一个危险 中国与您一同守护台湾的未来